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年的黑五热卖感觉比每年来的还要早 加拿大和美国沃尔玛的黑五折扣 从11月8号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每一周都会增加一些新的折扣 来吸引人们的购买欲 本期视频就先为大家浏览一下 加拿大沃尔玛这一周的热卖品 看到单张上打折的商品 涵盖面还非常广 包含了日用品 玩具 家居 以及一些小电器 在众多的打折商品里面 我比较关注的是厨房用品 沃尔玛每一年都会有一两样产品 以机器优惠的价格来吸引人们购买 这款200瓦的食品切片机 可以将蔬菜 肉类 奶酪切成薄片 黑五的价格79块9毛8 喜欢在家里自己吃蒜羊肉的 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切片机 这个切肉机它还可以进行厚度调节 最薄能够将肉切成15毫米左右 全金属的机身表面也非常容易清洗 在沃尔玛的店内并没有看到这个切片机 需要购买的可能要到网上去看一下 咖啡机在沃尔玛的店内 以及宣传单张上都有很多牌子在打折 选择咖啡机就要看自己的习惯来选择胶囊款的 或者是传统的咖啡机 大致看了一下 感觉沃尔玛的咖啡机折扣力度 不如Costco来得给力 特价单张上有一款全自动的 看着还不错 德龙打折的这一款 它含有8种的咖啡研磨模式 能够轻松的自己在家制作专业咖啡 这一款它的好评不错 其功能和菲利普的全自动咖啡机不相上下 看了一下打折的生活用品 感觉和平时的折扣都不相上下 看到这个手持的电运斗 我忽然想起来我自己还有一个 但不是从沃尔玛买的 是从试印上购入的 和考内尔的这几款一样 但是试印上的价格更加优惠一些 刚收到这个手持蒸汽运斗的时候 看到它的个头不大 约一升矿泉水平的大小 起初对它这样手持运衣的功能还比较怀疑 试印的这一款除了运运功能之外 所浮的两个刷头还可以用来清理衣物上的碎屑 安装起来也很方便 直接扣在运斗的喷头上即可 运烫衣物之前 先将下面的蓝色水箱灌满 插上电源 打开按钮就可以使用了 将需要运烫的衣物挂起来 手持这个喷雾运斗 按住按钮即可 虽然它下面的小水箱不大 但却可以连续的20分钟运烫衣物 1000瓦的强大蒸汽 真是瞬间就将衣物的褶皱给运平了 手持这个运斗就像使用毛刷一样 在所需要运烫的衣物上掠过即可 如果是冬季的衣服 就可以套上一个毛刷来运烫 我之前是很不喜欢运衣服的 有了这个手持的蒸汽运斗 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不过这个蒸汽运斗 无论是适应上的还是沃尔玛的 都是常年这个价 在加拿大的沃尔玛 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 这种食用的家庭小物 之前只是在购物平台上才能买得到 现在在沃尔玛就可以拥有了 值得一提的是沃尔玛的筷子质量都特别好 我买过几次铁木筷子 比我从国内带来的还好用 这几年黑五的折扣热点都是空气炸锅 沃尔玛今年打折的这两款价格依旧是不错 特别是高米亚这个七夸托的折扣价仅48元 这个价格要比Costco打折还要便宜 烹饪的炊具方面 加拿大的沃尔玛平时的价格也不贵 有十件套的麦饭食炒锅 特价是99块9毛7 铁炒锅在加拿大沃尔玛有好几个品牌的 苏波尔的这个炒锅我之前买过 我个人觉得有点太薄了 很容易粘锅 在养护方面可能要多下点功夫 烙制的生铁炒锅沃尔玛的价格也是不错 今年黑五丹章上主打的是丹利尔的一套十件的炒锅 这一套锅它是意大利制造的 里面共有六件带大理石涂层的各式炒锅 黑五的价格是189块9毛9 这里要为大家推荐一个八角炒锅 它也是意大利知名品牌卡特马克系列的 这个锅是麦饭食涂层的不粘锅 它采用的是五层材质厚底薄壁 导热均匀迅速 用来烹饪食物非常适合 这个锅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十厘米高的锅身 煎炒烹炸炖都能够胜任 我经常做水煎包 很多的平底部粘锅都太浅了 用这个八角锅则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使用的时候还少油少烟 能够锁住营养 其八角形的设计不但是美观 食用性也非常强 高水位烹饪也不会一锅 这个锅也不挑炉灶 煤气炉或者是电磁炉都可以 使用前无需开锅 只需用清洁剂清洗干净就可以使用了 就是要记得它毕竟是不粘锅 一定不要使用铁铲 使用后等锅完全冷却后 再用水和洗涤剂清洗 这个锅是一体成型的 没有锅钉 不但食用 外观也非常的漂亮 这种精美的八角炒锅 在其他店还真没有卖的 目前在北美华人生活馆可以买得到 今年的电压力锅 还没有看到很好的折扣 在沃尔玛和加拿大的Costco 目前还都有售 Instant Pot的电压力锅 相信随着黑五的临近 这个电压力锅应该会有不错的折扣吧 手动的搅拌机以及电动的搅拌机 Cation Aid的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本期的黑五折扣中 加拿大的沃尔玛 有Cation Aid这个4.5夸托的在打折 它的容量虽然不太大 但是我觉得家庭用足够 而且这个它在工作的时候 搅拌碗无需升起来 感觉会更加耐用一些 其他的小家店 加拿大的沃尔玛还挺全的 但是空气炸锅 几个比较受欢迎的品牌都有货 一些中式厨具 也可以在沃尔玛找得到 但如果购买专业的 性能比较全面的 适合华人家庭的厨具 我还是建议北美华人生活馆 目前华人生活馆 也有很不错的黑五折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每一年都会趁着黑五的时候 换一下手机计划 虽然各大电信公司的黑五计划 还没有出炉 但是大家可以看着准备一下了 沃尔玛本期的黑五热卖 虽然没有最新的苹果15手机 但这款原价1099元的苹果手表 折扣后699元还真是不错 它配有49毫米的太空级钛金属表壳 防水100米 并且配有精密的双频GPS系统 黑五热卖还没有开始 好几个颜色就开始断货了 除了本期介绍的这些折扣商品外 之后每一周加拿大的沃尔玛 都会增加一些打折的商品 我会随时的为大家更新和介绍 好 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购物体验